翻开古代历史,战争是常有的事,战争代表着杀戮,有杀戮就有死亡,有死亡就会存在尸体,交战双方王王短兵相接,参战人数动辄上万多者打百万之巨,于是在大规模的杀敌之后,尸体的处理就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。 历史上曾经出现这样的局面,战胜方为了炫耀武功,聚集敌尸,封土而成的高种,即是我们所说的金冠,这是一种奇特的尸体处理方法,战胜一方把战败的敌军尸体全部堆积在道路的两旁,然后用途把这些尸体夯实,铸成巨大的金字塔形的土堆,以表军功。 史书上有关驻金冠的记载笔笔皆是,司马光资质通建在孝武帝把杀掉的三千人,聚其手于石头南岸为金冠,旧堂书也在,沙陀军与贼将赵章,尚让战于成殿,贼军大败,使奔至梁天坡,横死三十里,王仲荣驻师为金冠,无论是孝武帝还是王仲荣,他们驻金冠的目的, 一则以夸耀武功,二则以恫吓敌人,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,继业持尽,势力四威,封刀之下,自情简国,血流飘除,方称快意,失落乱麻,自以为武,陆海封土,多重金冠,说到金冠,不得不提隋阳帝征伐高勾力。 公元612年,隋阳帝发百万大军,征伐高勾力遭惨败,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,高勾力得胜后,将数万隋军士兵的尸体铸成金冠,以示军威,震慑中原,隋朝廷视之为奇耻大辱。 后来,唐太宗出面,派史臣与高勾力进行交涉,才把金冠拆除,并收拾隋军将士海骨,使其得以安葬。